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案子是既先生破地乃大功一戒 这才可喜可贺呀 何大人哪 你这心里能不明白 我这一案查到皇上生母头上 皇上心里会怎么想 功劳嘛 不敢想喽 只要能保着这颗脑袋 我就阿弥陀佛了 行 先生能想到这一层难能可贵呀 何某有一个法子 可以免除你这个疑虑 不知你是否愿意听 请何大人指点迷惊 不敢 这件案子 就让那个刘长福扛起来 再罚 那个薛大老板一笔巨款 来援救灾民 你看这笔 这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正是皇上最愿意看到的结局 可这正是百姓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不见得 你想想看 长了三名官员 这足可以平民分了 这样季晓岚 可以得到万民欢呼 你这个名字可以流芳百世 流芳百世 我看是遗臭万年 不斩的这个薛大老板 我季晓岚怎么对得起千里灾区 这挨挨白骨 你这个人真是 真是完事一块 不可救药 先生 先生 莫愁姑娘不见了 她留下一封信 你去吧 莫愁怎么会不告而别呢 你忘了这黄克明是怎么死的了 黄克明 她一心想为黄克明报仇 可又不忍心杀了老夫人 让她如何待得下去 好 好个莫愁啊 多少恩怨情仇 挥手一走了之 壮哉莫愁 莫愁也算个有血性的女子 我季晓岚真是自愧不如 你说对了 人家莫愁尚且知道顾全大局 你堂堂季晓岚不懂得这个道理 可惜呀 可惜 själv很好 为了 快,他 dign了 就应该叫号 皇上 为什么要去 黃上 是不是 啊 管ふ radio 搞吗 替莫愁尤 大老板了吧 不错 我就是薛大老板 不 娘 你不会干这种事的 不 是我干的 为什么 您有那么多钱 为什么还要 用赈灾的两款发国难财呢 为什么 因为你 十四王爷告诉我说 我只要这样做了以后 他就安排你来见我 你就认我这个娘 不然的话 我只能躲在这个地方 每年为我的儿子 奉一件衣衫 一件他根本穿不着的衣衫 而我 只能望着衣衫 我也要 爷爷 落岳 娘 我何 娘 娘 我多想听这一声叫啊 我朴玉的儿子 叫我做娘了 任勇正他对我公平吗 大清对我公平吗 老天对我公平吗 我恨 我恨这个世道 我恨大清 我恨所有的人 我什么也没有 没有 没有 我有的只是金钱 我要用这个金钱 向这个世道报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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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不能预审 放肆 大清律法明定回避制度 犯人亲属不得审理案件 老夫人柳如旭是皇上的生母 皇上是本案主犯之子 理应回避这皇上 接下来 你好大的胆子 大清律律不是给皇上定的 和身 不要吵了 这 紧 今日结案 你宣判吧 臣遵旨 师爷徐斌 斩立决 严城之县犯大头 董 斩立决 严城之府刘昌甫 斩立决 大人 慌上 冲小兰 宣判 刘昌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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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称 薛大老板 刘昌甫 斩立决 斩立绝 季晓岚何罪 季晓岚身为人争 却杀了皇上生命大逆不道 理当处死 杜晓月斩立绝 晓月 先生为文护公道而死 晓月陪他死 晓月 季晓岚 他有一人也当斩 爱新觉罗弘历 斩立绝 皇上 不 皇上 皇上无罪啊 朕身为一国之君 为维护国法不能保全生母 亦当出差 以为天下不孝子贱 皇上 臣不能叛军哪 此刻已训母 皇上 娘 你放心 孩儿自闻已随 皇上 季晓岚 你难道毫无人性吗 你 你 你赶快放了老夫人 封死皇上可救 季先生 皇上不能死 我知道 我知道 哈哈哈哈 你 哈哈哈哈 娘 娘 我到冬套之前 就知道南逃一死 我就吃了一颗毒药 娘 我还死了那么多人 死何足夕 快快传御医 传御医啊 皇上 皇上 你不是大军律法斩握 是我自己厌恶人事 你要好好的 好好的做你的皇上 活着剑儿一面 活着剑儿一面 死而无怨 娘 好好的 辛苦 不要 ně 终于 十三 天 地 人 祝兔 他 一